唱歌也好 是 主持也好 做你喜歡的事 就是讓你活得走久一點 我說就把他都當成 僅有的一次 見過錦蘭了嗎 到現在還沒帶來給你看過 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都 其實都很尊重陳瑞 你都還要從新聞看到耶 對我真的是 陳凱倫你扁桃獻來復工夫了 還沒見過兒子女友張錦蘭 很意外 剛剛那個誰女主持人說 你沒有做化療那些 我說最後我們還是靠 上帝的指引 上帝的恩典 對 還有我覺得運動很重要 66歲的資深藝人陳凱倫 離癌後首度復工主持 當時生病的他 開完刀切除腫瘤後 決定不化療也不電療 未來當然希望 第一個身體一定要恢復健康 回憶起自己不厭不久 怎麼會離癌 我覺得壓力很大 我記得從我在前面某一個電台 做了兩年 其實每天兩小時 那邊承擔的壓力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不夠快 我的決定是 我再也不通過過了 再來我去大學教書 大概連續教了一年 那就是掏心掏肺 可是每一次回家 走的路上我都覺得我像老人一樣 拖不動腳步 其實那時候已經生病 而且那個時候我媽已經生病 我不知道 然後再加上我媽媽生病 他只要有一個動靜 我半夜就起來 我一天起來兩三趟 這個年紀就別睡了 可是我因為熬夜 擔憂讓我蹦 我自己研究的結果 不然我會覺得 對 憑什麼事 我家裡很多健康食品 不醃不酒吧 對對對 微博熬夜 情緒是生病最大的根源 是 你不快樂的工作了這麼久 對 你怎麼在這樣的媽媽事情 你就在擔憂 對 憂心 才會觸發這個癌戲 回想這一路生病到現在 應該心裡很 我看已經都快苦了 我如果本來都當成僅有的一次 做好 我如果身體養得好 你再繼續做才行 可是真的 主持特別好運氣 唱歌也好 是 主持也好 做你喜歡的事 就是讓你活得走久一點 是 因為你的寄託 當然 在家裡悶壞了 所以現在大概幾場活動 兩到三 兩到三 十月已經滿了 喔 十一月嘛 那等於是一個月大概兩到三場差不多 對 以前最高峰是 喔 大概補償點多了 我這個年紀 喔一個月 那也蠻多 現在等於少一半 對少一半我覺得很好 陳凱倫的兒子 陳睿在多年前涉嫌遷賭 黑吃黑 最後入肩服刑 對啊 就是 然後跟爸爸一起去做公益活動 然後 就是做一些 就是跟社會的一些事情 如今讓子回頭 現在已經是眼鏡品牌CEO 還和宅男女生張錦蘭交往半年 正所謂愛情事業一把抓的男人啊 見過錦蘭了嗎 沒有耶 她非常的神秘 她是一個不到成熟時候 不會公開的 我也很想見見那個女生 沒機會啊 那就算了 所以這樣 我希望這是ending 到現在還沒帶來給你看過 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都 其實都很尊重成員 所以都沒有跟她聊過嗎 沒有 嘴巴好緊喔 我要像夢一樣自由 你都好像從新聞看到耶 對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所以我也期待他們能夠有好的結果 因為他們不是兒戲 是 我會想要配合 那是在那裡 有趣的人